YEAH! T-Cyber 我是NB大雄Muchbear 今天要開的就是工作細胞的白血球 旁邊有黏土 因為晚一點要把白血球跟黏土娃來做一下活動 以及上一次在路邊看到的一顆轉蛋 這個又是上一次之前有開箱過的披風系列 應該也很適合黏土娃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白血球吧 現在的黏土人系列包裝的很不錯 它各種東西像這種小零件都有用膠帶 另外貼在盒子上 讓它不容易脫落 這一次它有附上 可以替換成有血液的手收 兩隻 可以做更多動作的兩隻腳 還有呢 它帽子會舉起來 乒乓附近有不好的細菌 有三個可以換的手 以及小刀一把 它好像不時沒有商店訂的話 會有另外一個特別附贈的血液的刀子 可是我想說 不需要為了一個血液的刀子 另外再花很多錢 黏土人打開了以後呢 首先要注意的是 就是它有很多的像這種小膠帶 小膠帶要拆的話呢 要注意 就是要小心拆 不然的話 如果不拆好的話 有可能會斷掉喔 這一隻呢 它不錯的地方是 它的手這裡是做可動的 這也是可以凹的關節 可惜的是呢 腳這邊呢 居然沒有做膝蓋的關節 變成這樣子 然後要做更多的動作呢 只能夠使用附贈的這個腳 來做其他的姿勢跟動作 這真的是有點可惜 為什麼不把這裡做一個膝蓋呢 分からない 可能是它裡有什麼奇怪的考量點吧 帽子這裡是可以拔掉的 這個 然後呢把它換上去以後呢 就是偵測到有不好的細菌鹿來襲啦 換臉呢 也是一樣是從這裡 它這一次的頭髮跟帽子合在一起的有點可惜 不然以前的帽子跟頭髮呢 有一些是可以做分開的 打開了 也是一樣啦 就是 臉就是從這裡拔起來 然後提換 它有 這種嘴巴打開 然後要去追殺 細胞的時候的表情 通常都是遇到了紅血球以後 很開心笑臉的表情 這邊呢就是把這裡 拆掉 然後插上來 就可以了 武器呢刀子就是直接給 握上去了 喔 煞氣就有了 這個呢 它是把它套在刀子上面 就可以做出 很帥氣的揮砍姿勢 喔這樣子就很有感覺了 就是我覺得臉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只要臉有加分到武器的 揮砍的感覺就會有點出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是把它跟黏土娃做 活作吧 這裡的肉色跟上面的肉色完全不一樣啊 超詭異的 怎麼變得像鬼蛙針子一樣 把鬼蛙針子 鬼蛙怎麼整個像鬼蛙針子一樣 看起來更詭異啦 鬼蛙針子 超可怕的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顆扭蛋好了 這一顆扭蛋呢 是上一次在路邊看到的 想說啦這個是 是彌彩系列 它有白的以及綠的 然後想說隨便扭一顆吧 因為我覺得好像長得差不多 沒有什麼 一定要扭一整套 或者是一定要扭幾個造型的狀況 所以就是 YOSHI 我們打開啦 一樣就是從這裡 撕開 不過使用在黏土娃上面的話呢 這件衣服 這件披風真的是很棒耶 好搭喔 這樣超搭的耶 所以可以從這裡露出來 好可怕 等一下放下來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這感覺好棒喔 這一組 很適合在黏土娃身上耶 你的手也可以擺動自如 身體也是可以 而且超可愛的 好可愛喔 這樣看起來變成是一個白頭髮的小帥哥了 好可愛喔 加上這件披風 可惜的是這樣子披風就帶不上 應該可以把這個拆掉 超可愛的啦 糟糕了 你整個萌到不行耶這個 哇 黏土人之後 加上這個東西真的是 很厲害耶 如果喜歡的話都可以去扭這個喔 還有黏土娃 我真的真的覺得 黏土娃買對了 這個扭蛋啊 這個布還蠻厚的 而且它是雙層的 它大概 台幣好像 這件要100塊 有點貴 可是真的是 搭配起來超棒的 如果不喜歡可以把它拉上來的話 就可以像小圍巾 有帽子的小圍巾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部分就是 這個黏土娃 以及披風白血球 然後還有 我們把 它的頭髮 換掉以後 變得很詭異的 白血球黏土人 那如果喜歡我今天的開箱的話呢 等一下會用旋轉台 讓大家看看我今天開箱的東西的 細緻的部分 以及讓它旋轉 展示起來可能會比較好看一點 不過喜歡啦 現在都還可以再去外面找找看 因為這個東西都還蠻新的 外面都還有在賣 在賣 嗨 我是NP大小Match貝爾 今天的影片還喜歡嗎 這個東西真的超可愛的 推薦大家去買喔 尤其是黏土娃搭配起來真的很棒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